大家好 今天这次节目里 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幼儿的数学启蒙游戏 通过这则游戏 可以帮助孩子熟悉数字5的组成 为他们今后的进入计算 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这个游戏叫做请你帮帮忙 这里有四个小猫咪 老师说每个小猫咪要拿五个红色的小圆片 但是呢他们拿到的是这个数 小朋友你看他们拿对了吗 他拿的不对 他们呀不会数数 那你能帮帮他吗 你能帮帮他 给他找出他差多少 放在他的脚下好吗 第一个猫咪 它这上面有几个了 对 一二三 那还缺几个呢 我们放到这儿 放一个够不够 一个还不是五对吧 那我再放一个 是五了吗 合起来是五了吗 那第二个这个猫咪的脚下要放几个呀 放几个才 才是五呢 这个小朋友一定能够做好 这个猫咪它只有一个 我们就给它补上 它补上几个 它补上四个它才够了 对 这样它就是五个了 对吗 这个猫咪它还有四个 那我们就给一个 谢谢你的帮忙 小猫咪非常高兴 现在它们每一个都是达到了老师的要求 对吗 小猫咪也要努力学习咯 你能教教它吗 好 我们一起看一看 原来是三 我们加上二 它就变成五个了 原来是二的 加上三 它也变成五个了 原来是一 加上四 它也是五个 原来是四 再加上一 也是五个 那小朋友发现 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吗 对 只要是二和三 在一起 它们就可以是五 一和四在一起 它们也组成了五 是不是 看清楚了吗 对了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小猫咪也学会了 谢谢小朋友 我们也记住了 二和三可以组成五 一和四也可以组成五 我们记住了 谢谢 好了 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跟你和孩子 带来乐趣 同时也带来实际的帮助 如果你喜欢 也请和朋友分享 也许真是他们所需要的 谢谢你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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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